都知道在未来特南克斯的世界,悟空因为患上了病毒性心脏病死去,没有悟空的世界简直是不甘一击,被击打虽然是男二却扛不起大旗,第一个被人造人17号和18号杀死,随后又是匹克等人全部惨遭毒手,最终未来世界只剩下特南克斯和孙怒范,也孙怒范因为一人独占两位人造人,最终也惨遭毒手被杀死了,但是孙怒范暂死的时候只是朝一水准, 以至于就有一些朋友才想,要是未来孙怒范当时也是朝二战力,未来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虽然在正统龙珠中是没有机会看到了,但是在同人作品中我们却看到,因为人造人17号的残忍,当着孙怒范的面杀死手无寸铁的小女孩,导致孙怒范在极度的愤怒下彻底爆发,直接从超一突破到超二形态,超二的孙怒范放出狠话,绝对不会轻描了17号和18号, 也而17号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居然大言不惭说出又小本就是罪过,随后更是主动发起进攻冲向孙怒范, 也而孙怒范只是侧过头便躲开了攻击,随后一声怒吼挥舞砂锅大的拳头, 17号直接被孙怒范的拳头打蒙了,紧接着孙怒范的拳头挂住手掌,近距离放出的大波直接将17号杀死, 看着亲哥哥被孙怒范杀死,随后又看着距离自己10米的孙怒范, 18号没有失去理智,而是震惊孙怒范的实力,疑惑孙怒范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孙怒范把目标转移到18号的身上,只见孙怒范先是一个爆气提升力量, 随后朝着18号快速冲去,来不及反应的18号直接被一拳打脸, 紧接着又是一拳让18号口渡芬芳,最终孙怒范没有选择怜香惜玉, 身为龙珠第一女神的18号,直接被龟拜气功彻底的杀死, 敌人消灭后孙怒范也变回了常态模式,看着周围死去的人以及破败的城市, 孙怒范发誓自己不会再输给任何人了,这个世界将会由自己来保护, 很快时间飞逝转眼就过了六年,这天孙怒范为了变得更强, 拜托天神带自己去界王行修炼,虽然特兰克斯也很想跟着去, 但是孙怒范觉得地球需要有人留守才行, 说完孙怒范就跟着波波先生离开了, 与此同时特兰克斯和孙怒范都没有察觉到地球上出现了一位新的敌人, 看模样是优底奇的杀戮,至时的杀戮能感知到孙怒范的强大, 以及17号和18号的气息消失,知道自己无法变成完全地了, 但是杀戮这些年偷偷吸收了不少的眼泪, 实力已经获得巨大的提升,虽然打不过孙怒范却有信心能打败特兰克斯, 一旦将特兰克斯吸收的话,即便是孙怒范也不在话下, 这就是杀戮当前的计划,这天特兰克斯正在巡视地球的情况, 突然特兰克斯好像发现了什么, 只见远处一道身影朝着自己飞来, 很快杀戮就出现在特兰克斯的面前, 特兰克斯询问杀戮到底是什么人, 也要杀戮也没有废话, 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就是吸收特兰克斯, 不用猜也知道杀戮是敌人, 特兰克斯二话不说开始爆气, 可突然特兰克斯想到在这里战斗的话, 可能会波及到人们的安全, 于是提出换个地方战斗, 没想到杀戮很配合的和特兰克斯飞走了, 很快两人就来到一处荒芜人岩之地, 这时特兰克斯率先朝着杀戮冲去, 杀戮一招格挡, 随后两人各自挥舞拳脚进行攻击, 但是两人的攻击不是被躲开, 就是被挡下, 特兰克斯挥出的一拳落空, 杀戮挥出的一拳同样落空, 突然特兰克斯一个怪数移动, 瞬间就来到杀戮的身后, 来不及反应了杀戮直接被一脚踢中, 随后又被杀过大的拳头狠狠地打脸, 杀戮挥拳反击, 特兰克斯却已经飞到空中, 这时特兰克斯已经凝聚好大波, 直接朝着杀戮的方向迎了过去, 可没想到杀戮单手就将大波弹飞了, 迅雷不及而知识来到特兰克斯的身后, 这次轮到特兰克斯来不及反应被一拳轰飞, 特兰克斯在空中连番几个跟斗才稳住身体, 此时的杀戮开始得意忘形了, 堵巢特兰克斯的实力太弱有点扫兴, 特兰克斯一听打算不装了, 既然如此那就拿出一点整本事, 只见特兰克斯的怒吼声不断响起, 最终特兰克斯变成了超一形态,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 说完特兰克斯就朝着杀戮冲去, 杀戮震惊特兰克斯的速度太快了, 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就被拳头狠狠打脸, 随后又挨了一拳, 特兰克斯抓住机会拳脚并施痛殴杀戮, 回过神的杀戮把握节奏, 逐渐能和特兰克斯对抗, 最终两人不分上下彼此拉开距离, 突然杀戮做出一个特兰克斯熟悉的动作, 此时的特兰克斯无比的震惊, 而杀戮趁着这个机会放出鬼拜气功, 但是特兰克斯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危机时刻及时躲开了鬼拜气功, 这时特兰克斯再次询问杀戮的身份, 毕竟鬼拜气功可不是一般人能掌握, 可没想到回应特兰克斯的却是杀戮的暴气, 也感应到杀戮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特兰克斯再次被震惊了, 因为这股气居然和武发一模一样, 其中还参查着其他人的气息在内, 杀戮看到特兰克斯震惊的表情很是开心, 随后称赞自己比特兰克斯厉害一点点, 并且透露地球上发生了人口失踪案, 其实都是被自己吸收了, 听完后的特兰克斯无比的愤怒, 地球刚从原造人的破坏中恢复了和平, 没想到却被杀戮再次破坏, 特兰克斯放出狠话要打败杀戮, 只见特兰克斯的双眼瞬间变成白眼, 爆发出的强大气息让杀戮开始怀疑人生, 最终特兰克斯变成了超义的第二形态, 这个形态虽然力量提升了, 速度却减慢了, 但是打败右底棋的杀戮已经绰绰有余了, 运含愤怒的一拳打在杀戮的脸上, 杀戮就像断了绳的风筝倒飞了出去, 这时特兰克斯以更快的速度来到杀戮的面前, 又是专门打脸的招数让杀戮口吐芬芳, 随后特兰克斯连续打出了几拳, 最终一脚踹飞了杀戮, 这次轮到杀戮在空中翻跟斗了, 连续三个跟斗才稳住身体,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杀戮打算先留了再说, 雅特兰克斯却不给杀戮逃跑的机会, 双手已经凝聚好大波, 随后一招冲天而起的大波暴尸而出, 杀戮看着已经来到眼前的大波无力闪躲, 临死之前留下了可恶二字作为遗言, 最终杀戮的身影消失在大波之中, 打完后特兰克斯变回了常态, 这次特兰克斯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成功保护了地球, 与此同时在戒王心上, 孙悟范终于和戒王会面成功, 戒王看到孙悟范就想起了当初的悟空, 这时孙悟范请求戒王指导自己修炼, 但是戒王却有些疑惑地询问, 悟范现在的实力已经够强大了, 为什么还要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孙悟范一听沉默了一会儿, 随后告知戒王, 自己不想再因为自己的无力而无法保护地球, 悟范想得到无论今后出现怎样强大的敌人, 自己都不会输给对方的力量, 戒王听完后知道了悟范的想法, 这是抱着相当高的觉悟来到这里的啦, 于是戒王答应指导悟范修炼, 悟范一听很是高兴, 但是戒王的流程不能丢, 让悟范先给自己讲一个笑话, 很快悟范在戒王心上已经修炼了三个月, 此时的悟范正悬浮在半功静气凝神, 突然一鼓气直接降临到悟范的身上, 原来悟范正在修炼元气大, 看样子已经学会了, 很快悟范便回到了地球, 紧接着就轮到特南克斯去戒王心修炼, 很快特南克斯的修炼也完成了, 虽然地球正处于和平时期, 但是孙悟范和特南克斯也没有因此懈怠, 两人进行了日常对抗切磋的修炼, 这样的孙悟范隔壁隔壁的野笔范有上进行, 可没想到率先被打肥的人居然是悟范, 悟范看着特南克斯很是欣慰, 看来特南克斯在戒王心上的修炼, 让自身的实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可突然孙悟范嘴角微微一笑, 身影瞬间消失在特南克斯的视野中, 当孙悟范再次出现,却已经在特南克斯的身后, 离尚往来是孙家的优良传统, 特南克斯被孙悟范一拳击中, 直接在地面滑行了10米才停下, 当特南克斯抬头时却扔住了, 因为孙悟范的手掌已经对准了特南克斯, 这要是放在战场上特南克斯已经死了, 就在孙悟范打算结束今天的修炼时, 孙悟范好像敢硬到了什么, 只见山峰之上站着两个人, 看着对方能叫出自己和特南克斯的名字, 孙悟范询问对方是什么人, 这时杰比特开口怒斥孙悟范, 成眼前这位乃是戒王神大人, 孙悟范得知对方的身份后无比的震惊, 随后杰比特再次排马屁, 夸赞戒王神乃是所有戒王的顶头上司, 孙悟范知道无事不登三宝地, 向戒王神位高权重的人来到地球肯定有目的, 戒王神也不废话直接说明来意, 那就是想借助孙悟范和特南克斯的力量, 就在这时两个光头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朝着孙悟范扑了过来, 孙悟范刚排好战斗之势, 戒王神就出手了, 而戒王神的攻击目标竟然是孙悟范, 身体无法动弹的孙悟范被两个光头请住, 一根粗壮的管子直接插入孙悟范的体内, 特南克斯箭状本想去支援, 却被戒王神阻止, 反观孙悟范已经被吸干了能量变回了常态, 两个光头见好就收得离开了, 这时戒比特来到孙悟范的身边, 随后施展出治愈能力让孙悟范清醒了过来, 很快悟范的力量就完全的恢复了, 于是四人开始跟踪已经飞走的两名光头, 随后戒王神给悟范和特南克斯说明原由, 现在的地球随时都有可能毁灭, 因为地球上有着一个名叫魔眼捕鸥的怪物, 就连制造魔眼捕鸥的比比迪都觉得棘手, 于是不得不把魔眼捕鸥封印起来, 而戒王神这个老六在比比迪封印捕鸥的瞬间, 出手将比比迪杀死了, 随后将封印魔眼捕鸥的巨蛋放置在地球上, 因为当时的地球人类还没有进化完成,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封印未被解除, 可没想到比比迪居然有个孩子名叫巴比迪, 巴比迪的野心不比自己的父亲差, 居然打算要解除魔眼捕鸥的封印, 得知一切的孙悟范放出狠话, 无论是谁都不能不坏地球的和平, 于是孙悟范等人一路追踪到巴比迪的老巢, 没想到除了巴比迪之外, 魔界之王达布拉居然也在, 戒王神登场时看上去很强, 遇到达布拉后就露线了, 看着戒王神露出一副害怕的模样, 孙悟范疑惑达布拉真的有这么强吗? 于是吴范和特兰克斯主动暴露, 留下愣神的戒王神和杰比特, 很快吴范和特兰克斯就来到达布拉的面前, 知识的巴比迪还不知道吴范等人的厉害, 觉得单凭达布拉就能解决掉, 特兰克斯看到自己被小瞧了, 二话不说当场一个暴戚, 直接越过超一变成了超二形态, 为了防止魔眼不殴复活, 特兰克斯放出狠话会快速干掉达布拉, 说完特兰克斯就朝着达布拉重去, 两人的手臂相互碰撞, 特兰克斯的横手被达布拉躲开, 但是接下来的拳头达布拉却没能躲开, 随后两人各自施战不同连续拳进行攻击, 一番角手后谁也没能占据上风, 此时的戒王神很是震惊, 特兰克斯居然能和达布拉势均力敌, 也只要损物犯指导, 特兰克斯要是认真的话实力可不止如此, 另一边特兰克斯对达布拉有些失望, 觉得达布拉刚才的表现如果就是权力的话, 自己现在就能立马杀掉达布拉, 达布拉一听觉得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告知特兰克斯自己只拿出了五成实力, 说完达布拉也在特兰克斯的面前进行暴弃, 只见达布拉的气正在不断的飙升, 最终达布拉成功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另一边没人留意的巴比迪, 来到封印魔眼普欧的巨弹面前, 随后将物犯的力量灌入巨弹之中, 突然一气发出警报声, 巴比迪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因为魔眼普欧所需要的能量居然打飙了, 于是巴比迪一个转移魔法, 将魔眼普欧的巨弹转移到物犯等人的身后, 随后巨弹开始冒起了白烟,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戒王神让物犯赶紧逃跑, 因为没人能打败魔眼普欧, 要是留在这里将会被杀死, 物犯本想说点什么却被戒王神打断, 碍于戒王神的身份物犯最终只能妥协, 可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物犯等人的面前, 看着眼前这个胖胖的家伙众人一脸茫然, 达布拉疑惑这难道就是魔眼普欧, 也即便是巴比迪也不敢确定, 毕竟自己也没见过魔眼普欧, 最终戒王神证实了眼前这个胖家伙, 就是魔眼普欧之后, 巴比迪两眼冒出金光那是一个高兴, 反倒是达布拉觉得魔眼普欧有点傻, 普欧听到后有点不高兴了, 而达布拉看出普欧想和自己交手, 直接堵巢普欧是个不自量力的蠢货, 普欧头上冒出的白烟表示自己现在很愤怒, 突然普欧一个三线凭借一招剪刀手, 直接弄瞎达布拉的爽眼, 随后普欧又是一招飞踢, 达布拉直接被踹飞了出去, 随后普欧更是施展出变化光线, 一代魔戒之王直接变成了巧克力, 最终更是被普欧一口吃进肚子里, 这时物贩也终于意识到普欧的强大, 随后物贩打算出手让特南克十点后, 戒王神一听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提醒物贩不要低估普欧的力量, 也要戒王神何尝不是低估了物贩, 这时巴比迪下令让普欧去杀死物贩, 奈何现在的普欧只想吃东西, 于是巴比迪拿出杀手键, 威胁普欧要是不听话就被封印, 于是桀骜不驯的普欧对巴比迪点头喊腰, 这时物贩的眼神变得无比凌厉, 随后一声怒吼, 金色的闪电缠要身体四周, 物贩变成超恶形态迎战普欧, 随后超恶物贩朝着普欧重了过去, 普欧震惊武贩的速度, 冷神之际被物贩一拳打脸, 紧接着又是一脚踹脸, 物贩乘胜追击连续不动拳不断的输出, 一招上勾拳让普欧的脸蛋都变形了, 这时的普欧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身影直接被一拳轰入石头堆中, 可突然普欧杀了个回马枪, 这次轮到物贩愣神了, 直接被普欧的铁头空横横的撞击, 普欧笑眯眯的眼睛一拳挥出, 紧接着又是第二拳, 物贩挥出一拳反击却被躲开, 但是普欧踢出的一脚同样被躲开, 两人拳脚相互碰撞, 谁也奈何不了谁, 就这样两人将此之际产生巨大的能量, 没见过大世面的剑王神, 看到这样的战斗一惊一炸, 反倒是特南克斯一脸镇定的看着战斗, 这时物贩朝着普欧扬出一枚大波, 但是这样的攻击, 普欧轻松的弹开了, 然而物贩的大波只不过是阳弓, 抓住机会来到普欧的侧面, 趁着普欧不注意一脚踢了下去, 可没想到普欧的肚子很有弹性, 物贩反而被普欧一拳击中, 随后又被普欧一脚踹飞, 只见普欧笑咪咪的挥舞砂锅大的拳头, 物贩的身影直接暴射而出, 看着物贩飞出去的身影, 普欧凝聚大波, 可爱的面容下露出邪恶的神情, 大波直接朝着物贩的方向飞去, 横的一声空中传来巨像, 然而有烟无伤是龙珠的优良传统, 普欧看到这一幕没有震惊, 反而有种预料之中的感觉, 这时物贩让普欧想笑就多笑一些, 因为接下来物贩将拿出真正的力量, 只见超恶的物贩怒吼声再次响起, 无比强大的气息从物贩的体内涌出, 界王神看到这一幕再次震惊, 疑惑刚才的物贩居然没有拿出权力, 特南克斯解释, 物贩是不会一开始就拿出权力战斗的, 这种性格来源于悟空的基因, 随着物贩的怒吼声不断的响起, 我们看到地球上掀起了十级飓风, 海水直接涌入城市, 高楼大厦开始出现无数的裂痕, 电视机更是直接爆表, 只见物贩的头发开始不断的变长, 最终物贩激发了体内潜在的塞亚人血脉, 成功从超恶突破到超三形态, 所有人看到物贩的新形态都无比的震惊, 界王神不敢相信物贩能达到这种境界, 简直是闻所未闻, 杰比特同样震惊身为凡人的物贩, 居然会拥有这样惊人的力量, 至时就连不殴都堵吵超三形态很可怕, 难怪在龙珠中会有人说超三是错误的进化, 这时超三物贩一个暴气, 随后朝着物贩快速冲去, 瞬间物贩就出现在物贩的身后, 愣神的物贩直接被物贩反手就是一拳, 随后再次朝着物贩的肚子挥出一拳, 这次物贩有远的肚子没能困住物贩, 于是就被物贩一招上钩飞梯踢中下巴, 随后物贩又是一声怒吼, 从天而降了拳头砸中物贩的肚子, 物贩直接从宫中直线下坠杂用地底, 但是有烟无伤对反派同样有效, 果然捕鸥很快就从浓烟中飞出, 瞬间就出现在物贩的面前, 看着捕鸥一脸坏笑的模样, 物贩看出捕鸥的身上一点伤势都没有, 既然物理攻击对捕鸥无效, 物贩打算是法术攻击, 于是对准捕鸥锯败气功, 随着物贩的一声怒喊, 威力强大的龟败气功爆射而出, 瞬间就贯穿了捕鸥一大半的身体, 要是以往的反派遭受这样的攻击不死也残, 可没想到捕鸥深呼了苟气后, 肚子伤了大洞瞬间就恢复了, 物贩看到这一幕也是一愣, 看来捕鸥有点难缠, 反观此时的捕鸥有点生气了, 虽然动动恢复了, 却让捕鸥感受到了疼痛, 于是愤怒的捕鸥朝着物贩重去, 没开二度, 物贩再次被捕鸥的铁头弓撞飞, 但是捕鸥接下来挥出的一拳却没能击中物贩, 然而物贩躲过了初一却躲不过一拳一脚, 最后更是被第二脚踹肥了出去, 物贩连翻两个跟头后才稳住身体, 这时捕鸥摆出一个物贩熟悉的动作, 正是物贩刚才施展的龟派气功, 看着朝自己飞来的龟派气功, 物贩选择正面硬扛徒手将其接下, 随后一脚将龟派气功踢向空中引爆, 此时物贩的神情再次变得无比的凌厉, 快速学会对手的招数, 这真是一个令人看到头疼的能力, 捕鸥听到物贩刮战自己很开心, 于是两人彼此商业互吹, 捕鸥同样刮战物贩的实力很强大, 而物贩趁着休战期间开始思考如何打败捕鸥, 最终发现只有一击将捕鸥彻底消灭, 才能将捕鸥打败, 想到办法后物贩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只见物贩又是一声怒吼, 将超三的气再次提升了一大截,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看看开始, 只见超三无犯朝着捕鸥重去, 捕鸥震惊, 孙怒犯的速度居然提升了这么多, 一个大意没有闪, 捕鸥圆嘟嘟的脸蛋都被拳头打熬了, 随后又被孙怒犯一个飞踢踢中, 捕鸥连续挨了孙怒犯好几次中击, 季王神看到这一幕无比的震惊, 捕鸥居然被完全压制, 和捕鸥同一个阵营的巴比迪就有些担忧了, 只见孙怒犯一招左勾拳, 紧接着又是一脚飞踢踹飞捕鸥, 这时孙怒犯一声怒吼酝酿砂锅大的拳头, 捕鸥远远的肚子又被一拳打熬了, 没开恶肚再次从宫中砸入地面, 巴比迪看到这一幕黄了, 不相信捕鸥只有这种程度, 杰比特万万没想到捕鸥会拥有这样的力量, 季王神确信捕鸥确实拥有打败捕鸥的实力, 但是捕鸥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败, 看着朝自己飞来的捕鸥, 午饭放出一个大拨, 但是却被捕鸥轻易躲开, 于是午饭施展出王子战法, 可没想到捕鸥的速度变快了, 即便是王子战法也无法击中捕鸥, 很快捕鸥就来到午饭的面前, 捕鸥的图然出现让午饭有些愣神, 然而就是这个愣神让午饭挨了一拳, 随后两人展开拳脚上了交锋, 然而两人的攻击不是被躲开就是被挡下, 最终两人再次激烈的残斗在一起不分上下, 这时午饭酝酿的一拳落空了, 这样午饭有些震惊, 突然捕鸥出现在午饭的身后, 来不及反应的午饭又挨了一拳, 捕鸥为了抱刚才肚子的一拳, 抓住机会朝着午饭的肚子狠狠打了上去, 随后觉得午饭离自己太近就送了午饭一脚, 倒飞出去的午饭通过翻跟头进行缓冲, 最终停在距离捕鸥百米之处, 这时布鸥在自己的肚子上捣鼓了一番, 随后弄出了一个像面团一样的东西, 突然布鸥吐出一枚口中泡, 午饭有点搞不清布鸥的用意, 但还是及时躲开了爆弹的攻击, 原来布鸥醉翁之意不再久, 爆弹只是羊公, 拥出的面团才是主要, 只见午饭来不及反应, 就被午饭大板的棍住了, 此时的布鸥那是一个得意, 随后布鸥朝着午饭快速飞去, 无法动弹的午饭就像一个傻包, 愿由布鸥的拳头在脸上洗力, 就连被包裹的肚子也没能幸免, 难得的机会布鸥可不会轻易错过, 拳头都和布鸥全身的每一处都打了招呼, 这次巴比迪终于扳回了一局, 反倒是轮到戒王神开始不高兴了, 也就在布鸥打得尽心的时候, 午饭的嘴角尖却露出了微笑, 只见午饭开始怒吼输出, 强大的气朝着底内盆涌而出, 最终午饭直接撑破布鸥的束缚, 布鸥看到这一幕都有些难以置信, 只见午饭的身上都出现了多处伤痕, 午饭觉得布鸥的战斗虽然有趣, 但是自己已经不想和布鸥玩下去了, 感情午饭刚才挨打居然是在玩, 赛亚人都是这么找虐的吗? 被虐够的午饭放出狠话, 要一致性将布鸥彻底的杀死, 战斗都还没有结束, 特南克斯就宣布午饭赢定了, 只见午饭淋漓的眼神朝着布鸥重去, 布鸥都被午饭的眼神吓了一跳, 强者之间的战斗愣神格式大忌, 布鸥先是挨了一拳, 紧接着又挨了午饭一招飞踢, 这次攻击对布鸥造成了十字星的伤害, 随后午饭又施展连续补动拳进行攻击, 毫无意外都是对准布鸥的肚子, 巴比迪看到这一幕知道情况不妙了, 只见乌饭将拳头挥舞到身后, 强化版砂锅大的拳头已经准备就绪, 朝着布鸥另一边的脸蛋狠狠打了下去, 只使布鸥的脸上传来阵阵刺痛, 看来乌饭的拳头威力可不小, 巴比迪脸都绿了, 不敢相信布鸥居然未战败, 而戒王神更是无比的震惊, 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布鸥被打败, 这时乌饭打算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对准布鸥凝聚规发气功, 布鸥也是傻愣愣的不知道去打断武发, 最终武发的规发气功暴施而出, 面对如此大范围的攻击, 布鸥根本无法闪躲, 于是我们看到布鸥被击中的瞬间, 身体逐渐的消散彻底的死去, 打完布鸥后, 武发也达到了极限变回常态, 至时的巴比迪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这时轮到戒王神出来装逼了, 只见戒王神放出一个大波杀死了巴比迪, 地球在武发和特南克斯的保护下, 再次化现唯一获得了和平, 这时戒王神突然对着武发说道, 自己有办法让武发的实力更进一步, 武发一听瞬间就愣住了, 随后戒王神继续说道, 询问武发是否愿意来戒王神界修炼, 武发听到还有这好事立马答应了, 但是地球不能没人留守, 武发打算和特南克斯轮流去戒王神界, 这次依然是武发先去摸摸路, 毕竟有好东西肯定是先到先得, 说完戒王神就带着武发离开了地球, 很快武发便出现在戒王神界, 正所谓又想谁俗, 杰比特施在换装能力, 让武发换上了戒王神的服装, 戒王神一看觉得衣服很合身, 反倒是武发觉得和杰比特穿一样的衣服, 合不合适不知道反正有点难为情, 违规正题武发询问戒王神, 会给自己安排怎样的修炼, 原来在戒王神界中有一把神剑, 戒王神希望武发能将其拔出并且使用, 杰比特盯到戒王神的用意无比的震惊, 因为这把神剑连数位戒王神都无法使用, 孙武发一个凡人更加不可能了, 但是戒王神剑使过武发的力量后, 觉得武发一定能掌握神剑, 说完三人就朝着神剑的方向飞去, 很快三人就来到一处闪球之上, 在这三峰之上插着一把神剑, 戒王神让武发试试能不能把剑拔出来, 在戒王神的记忆里目前还没人成功过, 武发双手握住剑柄打算开始尝试, 然而杰比特却认为武发不会成功, 果然当武发准备就绪, 拿出吃奶的力气后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撼动神剑半分, 反而让自己的双手变得通红通红, 不放弃的武发变成超赛形态试试, 戒比特依然觉得结果不会有什么变化, 要知道变成超赛后力量提升了50倍, 在配合武发一声声的怒吼下, 神剑终于被撼动了半分, 随着武发不断的输出终于有了成效, 神剑终于被武发拔了出来, 戒王神这次赌对了, 戒比特一脸震惊的模样, 这时戒王神询问武发这把神剑如何, 结果在武发看来除了重之外再无其他, 自身的力量也没有获得提升, 导致武发都开始怀疑了, 这把剑真的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吗? 这时戒比特又出来插换了, 称这个是神剑中最厉害的剑, 肯定可以帮助武发变得更强, 可前提需要武发能自由挥动神剑, 武发觉得戒比特说得轻巧, 于是拿着神剑放到戒比特的面前, 这时武发突然松手, 神剑沉重地砸在地面上, 只见戒比特使出吃奶的力量, 都无法将神剑撼动分毫, 最终杰比特只能选择妥协了, 但为了面子让武发好好修炼, 早又能自由挥动神剑, 就这样武发开始在戒王神剑进行鼓修, 很快就轮到特南克斯也来戒王神剑修炼, 为了迎接未知的敌人, 武发和特南克斯都需要变得更强, 都知道在龙珠中存在很多平行宇宙, 例如在未来特南克斯的宇宙中, 所有人都死了, 只剩下特南克斯一人, 但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 未来孙努范和特南克斯都活了下来, 并且变成超二打败了人造人, 随后又变成超三打败了魔人不偶, 但是还有另一个平行宇宙, 那就是在龙珠英雄中, 特南克斯和其他人都死了, 只有孙努范一个人活到了最后, 可见没有悟空的世界是多么的悲惨, 其中最悲惨的世界当属未来特南克斯, 因为其他平行宇宙的人虽然死了很多, 可至少这个宇宙还存在, 反观未来特南克斯的宇宙, 直接被拳王彻底的抹除了, 但是维斯却给特南克斯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让特南克斯通过时光机器, 去到另一个未来世界的平行宇宙, 于是我们看到特南克斯和悟空等人告别, 被击打则是让特南克斯不要懈怠, 要好好修炼努力变强, 很快特南克斯就和小悟坐着时光机消失了, 与此同时在不欧出现之前的平行宇宙, 我们看到特南克斯和小悟以及布玛三人, 在打完杀戮后过着和平安逸的生活, 突然特南克斯站起身来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只见穿越过来的大特和小悟, 找到了这个世界的特南克斯, 特南克斯看着这一幕很是震惊, 毕竟自己也曾穿越过, 所以已经猜测到了什么, 反倒是大特穿越过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布玛的怀里大哭一场, 随后大特向这个世界的众人, 讲述了打败杀戮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听完事情后的众人陷入了沉默, 而这个世界的特南克斯听完后很是愤怒, 毕竟刚经历了杀戮片的危机, 本以为可以享受和平的日子了, 没想到后面更惨的悲剧正等着自己, 但是由了大特穿越过来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这个悲惨的遭遇将不会发生, 这时心情不好的特南克斯以买食材为借口, 想一个人出去敬请, 来到屋外的特南克斯立马忍不住了, 对着无辜的大树就是抡起拳头, 特南克斯怒骂自己真是没用的废物, 这时穿越过来的大特出现在身后, 随后大特开启了化疗大法, 让这个世界的特南克斯相信自己, 毕竟我就是你, 你同样是我, 这时特南克斯开口说道, 让大特展现一下未来的自己到底有多强, 看着特南克斯如此认真的模样, 大特恶话不说, 先是变成超恶形态, 强大的气息让这个世界的特南克斯所震惊, 他也比杀戮时期的孙怒范还要强大, 没想到未来的自己会这么强, 但是大特却说了, 这样的程度还远远无法保护地球, 说完大特开始了输出全靠后的流程, 瞬间大特直接从超恶变成了超三形态, 只不过超三的力量大特还完全没有掌握, 此时的特南克斯咽了咽口水, 震惊未来的自己居然能达到这种程度, 同时也明白大特为何如此自信了, 毕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自信也难, 见识过大特的强大后, 这个世界的特南克斯重新找回了自信, 因为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原因, 大特知道两天后界王神将会来到地球, 两天后界王神如期而至来到地球, 大特讲述了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随后两位特南克斯一同来到界王神界修炼, 这时杰比特察觉到巴比迪开始行动了, 于是大特让特南克斯留守界王神界, 地球上的巴比迪就交给自己处理就行, 随后大特更是让界王神拿出宇宙最坚硬的铁块, 目的就是为了解除老界王神的封印, 随后大特在杰比特的帮助下回到地球, 此时的大特让杰比特等自己一会儿, 因为大特只需要五分钟就能结束战斗, 只见大特出现在巴比迪手下的身后, 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这名杂兵就被大特一个大波杀死了, 当巴比迪和达布拉回来后发现, 自己的大本营直接变成了废墟, 封印捕鸥的巨弹也被埋在废墟下, 但是达布拉觉得即便没有捕鸥, 单凭自己就足以保护巴比迪, 然而打脸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一个大波差点就击中达布拉, 这时大特朝着达布拉快速冲去, 达布拉见状将巴比迪扔到一边先避难, 只见达布拉朝着大特吐出石瓦口水, 但是却被大特轻易的化解了, 反倒是大特的五指已经对准达布拉, 魔戒之王达布拉就这样被杀死了, 与此同时在戒王神剑, 戒王神已经拿出宇宙最精英的铁块, 随手朝着这个世界的特南克斯迎去, 果然当戒王神剑和铁块碰撞之后, 戒王神剑直接断了, 这时戒王神和特南克斯都疑惑, 封印到底解除了没有, 突然一道神影出现在两年的神后, 这道神影不是别人正式解除封印的老戒王神, 戒王神看到老戒王神很是恭敬地点头弯腰, 随后介绍是特南克斯解除了老戒王神的封印, 老戒王神一听就不高兴了, 没想到戒王神一代不如一代, 解除封印的居然是一个外人, 随后戒王神告知老戒王神未来未发生了事情, 老戒王神一听原来是有求于自己, 但为了宇宙老戒王神还是答应指导特南克斯, 与此同时在地球上, 看着大特轻松将达布拉杀死, 杰比特无比的震惊, 这就是超级赛亚人的力量吗? 这时大特看着眼前的洞口, 得知封印不遏的巨弹就在这深坑下面, 可当大特下来查他的时候发现, 巨弹居然是打开的, 但是大特疑惑巨弹里什么都没有, 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了打算离开, 随后大特便从深坑中飞了出来, 就在大特和杰比特打算离开时, 听到远处巴比迪传来的救命声, 杰比特看到巴比迪居然还活着有点生气, 随后一个眼神微压,直接把巴比迪杀死了, 可就在这时大特好像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 至于实力较弱的杰比特并没有感知到, 突然大特和杰比特同时发现, 身后出现了一团奇怪的云朵, 这云朵很快就变成了胖补偶的模样, 看着眼前胖嘟嘟的家伙, 杰比特和大特意识到, 眼前这家伙就是魔炎补偶, 大特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刚才的攻击, 导致魔炎补偶意外被放出来了, 这时害怕的杰比特趁着补偶没注意到自己, 打算带着大特回到界王神界, 但是大特毕竟已经可以变成超三, 感知到补偶现在的气不足以威胁到自己, 随后大特让杰比特离自己远一点, 看来大特是打算和补偶过几招, 这时空中的补偶朝着远处迎出一枚大波, 远处的城市直接被大波摧毁, 大特看到这一幕很是生气, 质问补偶在搞什么鬼, 暴怒的大特直接变成超恶, 瞬间来到补偶的面前, 一脚踹在补偶的脸蛋上, 反应过来的补偶施在王子战法, 但是都被大特轻松地躲开了, 大特又是一拳打脸补偶, 直接把补偶的鼻子都打遍形了, 补偶的身体在地面上Q弹地弹起, 随后手脚刹车稳住了身体, 然而大特已经来到补偶的身后, 对准补偶的脑袋直接放出一个大波, 瞬间就变成无头补偶倒了下去, 杰比特看到这一幕很是震惊, 双手鼓掌刮战大特实力很强大, 要不是听说过补偶的事迹, 看到补偶如此轻易被打扮, 还以为补偶是个弟弟, 杰比特对着大特竖起大拇指咽咯了大特, 可突然杰比特的眼神都要瞪出来了, 示意大特赶紧看看自己的身后, 而当大特刚转头时, 就被补偶一个巴掌直接拍飞, 补偶的这个巴掌威力很强大, 超恶的大特失控了身体砸向地面, 反观之时的补偶正在一二三拔呀拔, 终于将自己的脑袋拔了出来, 只不过看样子脑袋的方向弄反了, 但是补偶并没有在意这种小细节, 直接朝着大特从了过去, 反观之时的大特已经变回了常态, 震惊补偶居然也是不死之身, 只见补偶充当人又爆弹砸了过来, 但是却被大特及时躲开了, 这时大特再次变成超恶和补偶战斗, 虽然不欧被一拳红肥了, 可看样子却有点开心, 还在空中转起了圈圈, 随后不欧一招无敌风火轮, 直接将大特撞肥了出去, 随后又来到大特的面前放出一个大波, 此时的不欧露出一副傲娇的模样, 称赞自己比大特还要厉害, 这时不欧开始想着接下来要玩什么游戏了, 然而大特则是趁着这个机会放出大波, 魔闪光乃是孙怒泛船受给大特的招数, 只见不欧所在的位置瞬间浓烟士气, 然而不欧只要不是被消灭的连砸的不剩, 都可以快速的恢复, 恢复过来的不欧被大特彻底的惹怒了, 看到这一幕的大特有些后悔了, 居然忘记问悟空当初是如何打败不欧了, 违今之际只能加大输出的火力了, 但是因为超三还不是很熟练, 大特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 于是大特想到了太阳拳这个招数, 也还没等大特施展太阳拳, 不欧就先下手为强施展变化光线, 一步留神的大特直接被变成了巧克力, 看到这一幕的杰比特都惊呆了, 危急时刻杰比特及时出手抢走巧克力, 如此近距离看着不欧杰比特有点心慌, 刹那间杰比特实在瞬间移动成功逃走了, 这时杰比特突然出现在寄王神身后, 此时的杰比特有种结后余神的感觉, 随后寄王神询问杰比特大特哪去了, 于是杰比特拿出一块巧克力, 说自己手上拿着的就是大特, 杰比特一听大为震惊, 特南克斯也被杰比特的尖叫声洗眼, 这时老杰王神让特南克斯站好不要动, 不然觉醒一事将会延长时间, 但是特南克斯已经控制不住怒火, 让杰比特带自己去地球报仇, 老杰王神却让特南克斯认清现实, 现在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特南克斯根本打不赢魔炎布偶, 反观地球上的布偶寻找了一伙, 都没有找到杰比特而无比的愤怒, 这时布偶发现自己身后出现了一个人, 没想到来人竟然是黑悟空, 也就是扎马斯, 黑悟空邀请布偶加入自己, 结果布偶就朝着黑悟空扔出一枚大波, 黑悟空躲开大波后出现在布偶的身后, 布偶立马朝着身后放出变化光线, 结果布偶的触角直接被黑悟空扯断, 锁住布偶脖子的黑悟空, 让布偶只要和自己联手, 就会告诉布偶抢走巧克力的人在哪, 与此同时在戒王神界, 特南克斯的觉醒仪式还需要一天零三十分钟, 但是在特南克斯看来, 布偶一秒就可以毁灭地球, 更别说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这时戒王神觉得要是大戒王神在就好了, 或许能有什么办法将布偶封印, 结果老戒王神听到大戒王神后, 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戒王神还以为老戒王神会厉害的封印招数, 然而却是老戒王神想到一个厉害的家伙, 因为这是他的本质工作, 戒王神一听立马就知道老戒王神的用意, 原来老戒王神所指的人就是布外神比鲁斯, 只见戒王神已经过不及待去找比鲁斯了, 也就在戒王神刚要出发之际出现了变故, 黑悟空带着布偶来到了戒王神界, 布偶看到杰比特一脸愤怒的模样, 戒王神更是一副怂了的模样, 震惊布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特南克斯看到布偶这个凶手, 直接放出大波要给大特报仇, 都不管旁边的戒王神和杰比特, 这时黑悟空看到戒王神要逃走, 立马朝着戒王神追了上去, 以戒王神只为装逼的实力, 面对这种程度的大波, 戒王神闪都没闪直接被击中了, 杰比特本想去营救戒王神, 结果却被布偶变长的手臂拽了回来, 随后将杰比特狠狠地摔在地上, 为了抱强走巧克力的仇, 布偶一招在山崖顶, 直接坐到杰比特身上, 立马戒王神已经落入黑悟空的手里, 只要杀死杰王神比鲁斯就会死去, 这时的特南克斯看着对面的黑悟空, 疑惑眼前这个人难道是悟空, 但是老戒王神却看出这股邪恶的力量, 不是悟空而是黑悟空, 这时的特南克斯大为震惊, 黑悟空居然和魔炎布偶联手了, 看来是因为大特的穿越发生了五铁效应, 这时老戒王神让特南克斯赶紧去营救戒王神, 现在已经顾不上开发潜力了, 一旦戒王神死去, 布偶神也会跟着死去, 这时黑悟空对戒王神说出自己的理念, 这个世界由人类来统治就是错误的, 所以黑悟空针对的不是神而是人类, 这时黑悟空注意到身后的特南克斯, 于是发出一道剑气, 虽然剑气将特南克斯击肥了, 可戒王神趁着这个缝隙, 双手对准黑悟空的后背, 随后一声巨响, 戒王神成功挣脱了黑悟空的束缚, 愤怒的黑悟空再次冲向戒王神, 但是特南克斯可不会在一旁看着, 及时阻拦下黑悟空, 看到特南克斯这个人类竟然出手, 身为神的黑悟空很是生气, 因为黑悟空觉得是神赐予了人类智慧, 但是人类却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黑悟空要杀死所有的人类, 也而黑悟空刚说完就被特南克斯打裂, 随后特南克斯一招连续补动拳快速输出, 看来这个阶段的黑悟空, 实力也就相当于成熟期的杀戮, 所以特南克斯目前的实力可以压制黑悟空, 只见黑悟空在特南克斯的猛攻下,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被打的口度芬芳, 随后特南克斯更是一招上勾拳轰飞黑悟空, 这时的黑悟空有些怀疑人生了, 因为黑悟空之前见识过悟空的强大, 如今获得悟空的神体, 实力不应该这么弱才对, 还没等黑悟空想明白, 自己就被特南克斯一招踹飞了, 随后特南克斯双手凝聚大波, 瞬间连续放出好几个大波红向黑悟空, 来不及闪躲的黑悟空只能正面接下攻击, 然而如此猛烈的攻击已经是特南克斯的极限, 于是我们看到特南克斯直接变回了常态, 但是有烟无伤是个定律, 黑悟空并没有被打败, 而是从宫中落下污着自己的胸口, 特南克斯看到这一幕无比的震惊, 自己全力下的一击竟然无法打败黑悟空, 而黑悟空称赞特南克斯却使不赖, 居然能打伤身为神的自己, 要不是有悟空的神体, 黑悟空已经死了, 并且因为承受了特南克斯的攻击, 让黑悟空发现自己体内潜藏的力量, 随后黑悟空呼唤捕欧, 捕欧听到后像个小弟一样飞向黑悟空, 只留下头已经被埋进土里的杰比特, 反观特南克斯依然面对黑悟空和捕欧, 这已经是必死之局了, 这时捕欧就疑惑了, 记得自己明明把特南克斯变成巧克力了, 不知道情况的黑悟空没有在意这种细节, 询问捕欧能否治愈自己的伤势, 对于捕欧来说这种事情轻而易举, 很快黑悟空身上的伤势就完全恢复了, 特南克斯见状再次变成超赛形态, 看到特南克斯变成超赛, 虽然头发的颜色不是蓝色, 但是黑悟空也认出特南克斯就是撒亚人, 可没想到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黑悟空居然让捕欧也给特南克斯进行治疗, 就连特南克斯听到后都感到震惊, 而捕欧疑惑这难道是什么新玩法, 也还没等捕欧给特南克斯治疗, 特南克斯却以为是陷阱就一拳打连捕欧, 就连黑悟空看到都有些懵逼了, 反应过来的黑悟空冲了过来, 替换捕欧由自己和特南克斯战斗, 虽然黑悟空重伤恢复实力有所提升, 但是常态下的黑悟空依然不是超赛特南克斯的对手, 可就在这时捕欧突然朝着特南克斯撞来, 特南克斯见状扬出一枚大波, 成功阻拦了捕欧的偷袭, 但是黑悟空却从特南克斯的身后进行偷袭, 幸好特南克斯学会了拱手接白眼, 但是特南克斯的身体却剧烈的颤抖, 突然黑悟空将剑气熟了起来, 特南克斯来不及防守就被一脚踹飞, 被踹飞的特南克斯一路滑行到捕欧的面前, 随后特南克斯又被捕欧一脚踹飞, 没想到捕欧和黑悟空还有小孩子的心性, 居然把特南克斯当成了排球, 但是特南克斯可不会任由摆布, 一个气功波直接改变倒飞的轨迹, 此时的特南克斯也意识到情况的难缠, 同时面对黑悟空和捕欧确实很吃力, 同时也疑惑黑悟空是哪个时期的悟空, 原来特南克斯迟迟没有落败, 竟然是黑悟空故意为之, 目的就是想借助特南克斯激发自己的潜力, 为了以防生变黑悟空打算结束战斗了, 只见认真起来的捕欧, 实力和之前简直是翻颠覆地, 超赛状态的特南克斯轻易被捕欧抓住脖子, 随后特南克斯直接被甩出狠狠杂像地面, 这时黑悟空凝聚好大波, 打算连同界王神一起杀死特南克斯, 而捕欧则是配合黑悟空一起放出大波, 地面上的特南克斯已经变回常态, 并且已经没有任何力气进行闪躲了, 眼神都可以看出特南克斯的无奈, 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出现了逆转, 一只小指头很是嚣张的指向黑悟空, 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想要杀死我, 而说话之人正是不外神比鲁斯, 并且指示的比鲁斯有很严重的几床气, 黑悟空看到比鲁斯后无比的惊恐, 但是黑悟空也算有点情义, 逃跑之前知道叫上自己的兄弟捕欧, 但是捕欧还不知道比鲁斯的强大, 到现在都还想着玩耍, 黑悟空怒骂捕欧简直是个笨蛋, 就连比鲁斯也赞同黑悟空的说法, 所以比鲁斯打算给捕欧补补补脑, 黑悟空一个机灵赶紧和比鲁斯拉开距离, 震惊比鲁斯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身后,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不适合硬碰硬, 于是黑悟空再次让捕欧赶紧和自己离开, 可没想到捕欧居然对比鲁斯有了兴趣, 打算和比鲁斯打一架, 谁输了谁就要当对方的小弟, 只见捕欧率先朝着比鲁斯施战连续不动拳, 可就在这时比鲁斯只用一个眼神威压, 捕欧就这样被死神带走去地府报到了, 反观比鲁斯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打算早点解决问题回去睡个回笼家, 反观之时的特南克斯已经被救下, 但是特南克斯也意识到自己的自大, 擅自去挑战捕欧才会落到这样的结局, 另一边黑悟空看着比鲁斯明明什么都没做, 就把捕欧杀死了, 比鲁斯听到黑悟空的疑惑, 所以好心的给黑悟空强解, 原来是因为自己是不外神, 黑悟空意识到情况不妙, 就在比鲁斯出拳的瞬间发动瞬间移动, 比鲁斯看到这一幕也有些惊讶, 竟然能看穿自己的出手动作, 身为最强不外神, 比鲁斯竟然失手了, 这样比鲁斯瞬间碎翼全失, 与此同时, 黑悟空逃回第十宇宙的剑王神剑, 重伤的黑悟空只看在比鲁斯背后慢慢, 坦言等自己掌握悟空的力量后就找回场子, 也讽刺黑悟空的事, 这里乃是扎马斯黑花的地方, 没想到最终却救了自己一命, 随后黑悟空因为失血过多的原因, 最终倒在了地上, 也就在黑悟空发出动骨的提音时, 一道神影拿着扫把逐渐往这边靠近, 与此同时在剑王神界, 我们看到穿越过来的大特变了回来, 剑王神本想给大特介绍一下, 但是大特早就知道比鲁斯而为斯的身份, 比鲁斯疑惑大特真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很快比鲁斯知道大特是未来人之后, 比鲁斯让大特给自己讲讲未来的事情, 随后维斯提议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说说, 很快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比鲁斯也知道原来是一位剑袭剑王神, 通过时间戒指来到平行宇宙作威作福, 也明白大特穿越过来的原因, 就是想改变这个世界一面遭受悲剧, 但是剑王神却已经察觉到, 现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 已经和大特所知道的未来有些变化, 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大特穿越过来, 让布鲁提前解除封印的缘故, 然而比鲁斯观众的重点是大特穿越时空, 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按理说比鲁斯是要毁灭大特, 剑王神赶紧劝说比鲁斯, 并且大特也对着比鲁斯说道, 自己穿越过来也是未来的你同意的, 比鲁斯一听瞬间觉得事情很有趣, 反倒是大特有些疑惑了, 自己都告知未来未发生了事情, 可看比鲁斯的样子却显得悠然自得, 这时比鲁斯伸了个懒腰, 打算快点回去还能睡个回笼觉, 随后傲娇的对着大特说道, 我只为帮你最后一次, 大特听到这话很是高兴, 随后维斯就带着比鲁斯离开了, 而我们也看到老剑王神, 继续帮助特南克斯开发潜力, 随后大特也让剑王神和杰比特, 帮助自己修炼提升至神的实力, 剑王神和杰比特一听爽快地答应了, 与此同时, 赶路的维斯询问比鲁斯, 是否要插手这件事情, 比鲁斯觉得, 这些虽然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按规章来办事, 瞬间有种钓鱼执法的感觉, 很快比鲁斯和维斯就来到第十宇宙的剑王神界, 而这个时间段的扎马斯还没有黑化, 看着黑化前的扎马斯, 怎么也不相信眼前这个有点呆的家伙, 会是未来搅动风云的黑悟空, 比鲁斯一看到扎马斯立马放出狠话, 让扎马斯乖乖认罪, 自己会给个痛快, 这时的扎马斯被吓坏了, 盯不动比鲁斯的意思, 这时继王神看到来人是比鲁斯和维斯, 赶紧欢迎让瓦萨斯上联好茶, 比鲁斯疑惑自己认错人了, 眼前之人不是叫扎马斯, 而是叫瓦萨斯, 于是同时黑悟空正在屋内养伤, 很快黑悟空就被屋外的比鲁斯吵醒, 这时继王神向比鲁斯说道, 扎马斯15年前就已经不在了, 比鲁斯一听瞬间觉得事情都乱套了, 和所知的未来完全不一样, 随后比鲁斯又询问继王神, 扎马斯现在过得如何, 有没有做什么蠢事情, 随后戒王神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原来在15年前, 戒王神就教育了一下扎马斯, 同时因为象帕收集超级龙珠, 导致当时发生了不小的风波, 随后第十宇宙的不外神拉姆西造访戒王神界, 当时的扎马斯因为崇拜拉姆西, 于是就离开戒王神界成为拉姆西的弟子, 比鲁斯听到象帕二字有些惊讶, 随后维斯告知比鲁斯, 15年前比鲁斯还在睡觉呢, 于是比鲁斯再次意识到, 事情的发展轨迹已经出现了变化, 并且扎马斯要是在不外神身边做事, 那就没什么可贪行的了, 反观屋内的黑悟空听到比鲁斯的谈话后, 得知这个世界自己的消息后打算离开, 这时黑悟空询问瓦萨斯对人类有何见解, 结果瓦萨斯觉得人类是唯一能定义万物的存在, 听得黑悟空急忙让瓦萨斯住口, 看来两人在人类的理念上不是同道中人, 另一边比鲁斯和维斯也离开了界王神界, 但是从比鲁斯的话中得知, 比鲁斯刚才已经感知到黑悟空, 于是比鲁斯打算去找点热子, 维斯立马知道比鲁斯要做什么了, 只见在宇宙中飞行了黑悟空, 突然身体感受到一股无法抗衡的围压, 直接从宇宙中坠落到一颗星球的海里, 上岸的黑悟空怒骂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居然不讲武德搞东西, 原来除守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比鲁斯, 因为看到黑悟空好像有点急事, 所以忍不住打了个招呼, 黑悟空看到是比鲁斯后有些心慌了, 装傻冲愣不明白比鲁斯说什么, 也要知晓未来的比鲁斯可不废话, 坦言杀死季王神的人就是黑悟空, 这时黑悟空已经不和捕鲁成兄道弟了, 直接说捕鲁是个胖子, 还把罪名都推到捕鲁的身上, 比鲁斯看到黑悟空还在装, 坦言给黑悟空一个杀死自己的机会, 并且黑悟空要是把自己弄高兴了, 兴趣还能摇了黑悟空一命, 但是黑悟空也不傻, 知道现在的自己不是比鲁斯的对手, 打算找个机会赶紧跑路, 于是扎马斯开主马力冲向比鲁斯, 结果比鲁斯只是轻轻一拳, 黑悟空就被打肥了, 这一幕让比鲁斯看得都有些愣住了, 身后的维斯都觉得这样一点都不好玩, 比鲁斯反驳自己只是轻轻一拳, 没想到黑悟空这么不惊打, 也不是黑悟空不惊打, 而是黑悟空打算装饰逃过一劫, 随后维斯和比鲁斯飞到空中, 从比鲁斯的话中得知, 黑悟空装饰的伎俩已经被看穿了, 并且堵巢黑悟空好像是来搞笑的, 维斯露出坏坏的微笑, 询问比鲁斯需不需要敌点一下黑悟空, 也对于这种搞笑的家伙不用这么麻烦, 比鲁斯直接放出一个大波将这个星球毁灭, 黑悟空死得很直, 有一颗星球作为自己的坟墓, 另一边在界王神界, 两道神影在激烈的交战, 其中一道神影正式穿越过来的大特, 而另一道神影则是这个世界的特兰克斯, 如今两人在界王神界修炼了差不多两个月, 相信布马已经把重力士维修好了, 于是两位特兰克斯打算回地球继续修炼, 这时界王神想让大特成为自己的弟子, 也而大特却说了, 自己在未来世界已经是你的弟子了, 如今在这个平行世界, 大特再次成为界王神的弟子, 这时大特有件事情拜托界王神, 那就是询问界王神纳美克星的位置, 原来大特想去纳美克星, 请天天来地球做天神, 这样一来地球的龙珠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并且就可以复活被炎兆炎杀死的阎门, 界王神打算泰特南克斯去纳美克星, 但是大特不想过多的麻烦界王神, 打算自己有办法去纳美克星, 很快布马就把伽克找了过来, 让伽克充当司机带大特去纳美克星, 原来伽克当初曾来过地球, 因为飞船顺外是布马帮忙修好的, 为了报答布马, 伽克最终还是打印了, 开着飞船带着大特前往纳美克星, 很快天天就成为了地球的心理人天神, 随后召唤出神龙复活曾经死去的人门, 而悟空因为之前死过两次了, 因此悟空是被纳美克星的神龙复活, 就这样和平再次降临到这个平行宇宙。